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的曹操已是前驴技群 只能硬着头皮说了一句 急到此处 只得决意死战 这明显是拿鸡蛋碰石头 自寻死路 幸亏他手下毛齿成玉及时提醒 某只云长傲伤而不忍下 欺强而不凝弱 恩怨分明 丞相就日有恩与他 今日亲自告知 可推托此难 曹操是何等狡诈 经成寓意说 立刻心领神会 愿马向前向关羽伸师 一礼 关羽也以礼香海岛 关某奉军师将令 在此等候丞相多时 关羽不叫曹操略汉北 而称呼丞相 让曹操顿时看到生机 立即向关羽告扰 操兵办示威 到此无路 望将军以昔日恩情为重 关羽答约 昔日关卯虽蒙成相后恩 然以斩廉梁 诸文筹 解白马之围 以奉报义 此时的关羽显然因私废宫 不提曹操 名为汉奖 只为汉奈 却和他拉起了私人间的恩怨情仇 注定要放曹操一条生路 因为七日过五官战六将 这笔账曹操从未和他算过 最后还成全他兄弟团圆 果然 曹操一提当年千里走单级的往事 关羽立刻无语 说句实话 抛去敌我之争 曹操是除去刘备 张飞之外 但关羽最好的人 关羽是个知恩图报的君子 更待乎自己的名声 如果此时捉住曹操 必将损害自己的信义 再加上又见曹军狼狈不堪 且欲垂类 越发心中不忍 越觉得自己不能堕落心下 时之日 关羽私存良久 命令士兵散开 给曹操上出一条路 设施一条生路 正是一条异国云天的阳光大道 无外呼后人对此赞美道 拼将依死仇之计 致令千秋养一鸣 其实 诸葛亮早就料到华龙道关羽必放曹操 才让关羽带兵前去 因为一旦曹操死亡 天下打乱 那当时最有实力的当属江东 而刘备最后或许连性命都保不住 况且北方打乱 说不定又会出来那个枭雄 这些都不确定 反正从自己的方面考虑 曹操活着力大于比 而云长之前深受曹操恩惠 为了让云长忠心效忠 死力卖命 诸葛亮神机妙算 成功地在华龙道 让云长排了曹操的人情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